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二十六节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人若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舍在原文有拒绝否定的意思 己就是自己 老我救人 而舍己指的就是 放下老我救人 放下自己的想法 意见情感等等 背起原文的时台 有立刻背起的意思 背起十字架 指的是我们要放下 所有使我们不舒服 痛苦的人事物 那么这一节的经文 要如何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呢 就是说一个相信跟随主的人 他必须要天天在家庭关系里面 夫妻亲子等等关系 在职场与上司同事的关系里 在教会与同工弟兄姐妹的关系上面 都要操练舍己 学习放下自己的想法 意见 生命也可以翻译成灵魂 或生命 我们看到永恒的生命是最重要的 如果我们赚得了全世界 却失去了生命 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全世界 还有肉身的生命 跟永恒的生命来比较 是不能相比的 吉姆·艾特略 是到厄瓜多向奥卡族传福音的 宣教士之一 他曾经在日记中写下了一句 充分表达基督人生价值观的话 一个小的去付出那留不住的 去赢得那永不会失去的人 是一位智者 是的 你和我是否也是一名智者 看见那永恒生命的宝贵和价值 愿意不惜一切代价去得到这生命呢 并且一生为着迎娶许多人的灵魂 而努力不懈呢